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管理學 就用一個人物例子來講 那個例子就是諸葛亮 很多人奉諸葛亮為神明 他可以能知天下事 預判很多事物 這是很多人有正面對他的態度 我自己對於諸葛亮 我年輕時,十多歲時 看見那些三角演義多 又看出師表中學會考的範本 都覺得他是一個神人 又三顧草勞 又可以空城計 又如何激死周瑜 但後來我看回大後 發覺他缺陷很多 第一就是他犯了管理者的毛病 就是不肯放拳 他什麼都以為自己可以計算得到 所有行事之前 就把他們將軍放下錦囊 將軍打到仗 一有問題的時候 不是自己想方法去解決問題 而是拆開他的錦囊 如果跟他的錦囊去做成功 他的功勞就會歸於諸葛亮 如果是不可以的 就歸於天意 這樣的時候 他跟他的下屬 就沒辦法成長 所以為何劉備死了之後 諸葛亮出師表 之前 他有個將軍 馬跡 走去打仗 他就要揮淚去斬他 為何呢 其實我很替那個將軍 他沒有機會給他磨鍊 如果是一個 剛出來工作的時候 你每樣事情都跟著你的軌跡去行 不讓他去犯錯的時候 根本那個員工就變成機械人 根本沒有一個思考能力 沒有一個判斷能力 也不知道什麼叫錯 這樣的時候就很危險 所以那個將軍出事就是必然 這是第一 第二 出師表 其實根本是他自我實現的預言 根本他出打仗之前 他都預了死 才寫這篇文 其實是自我一個應驗 第三 就是三角演義有很多將回 其中一個就是三顧草勞 有很多年輕人 經常都覺得自己是諸葛梁 應該有些老闆 就要去書宣降季 就走去求他 給工作 有些年輕人學了這件事 有第二件事會學的 就是一個叫做薄彩的心理 空城計 叫做草船借戰這些 全部都是一些 為何中國人的賭性這麼強 其中有部份 就是因為看了三角演義 就以為可以搏大帽 即草船借戰就搏大帽 空城計就擺大個頭 空城計就像玩華士坯一樣 根本三條就扮有料 四條就扮有料 這些就是無料扮四條 這些時候 有些人就好東西學不到 只是看得到這些 因為這個是放大了他 反過來他的對手 他根本就說 根本 諸葛亮是鬥他不過 他知道他一定會過路而死 因為他自己作為一個管理者 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不肯放權 不會像劉邦那樣 那麼知人善飲 又有張良 又有陳平 又有蕭河 又有韓信 每一個人做他不同的工作 這樣的時候 他反而輕輕鬆鬆 可以得到霸業 今天想說的諸葛亮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